由汤姆汉克斯与山主布拉克两大巨星联合主演 重现911事件历史伤痛的电影《特别想非常近》 日前在纽约举行首映会 两大巨星也亲自到场出席 汤姆汉克斯还特别分享他与四个孩子之间的相处之道 《特别想非常近》改编自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9岁男孩奥斯卡·史埃尔的父亲 在911事件中丧生 他从此患上了失眠等候遗症 无意中他在父亲的书柜上找到了一个信封和一把钥匙 从此男孩的生命发生了转变 获得过两届奥斯卡影帝的汤姆汉克斯 饰演男孩的父亲 他强调了父亲和孩子之间纽带的重要性 汉克斯还表示生儿育女是一件姓氏 山卓布拉克在电影中扮演男孩的母亲 剧中他要忍受丧夫的痛苦 还要面临单亲家庭的压力 为了深入揣摩这个角色 他甚至还仔细聆听了 《当免911受难者》的语音留言 It was a great honor to have been able to listen to them and it was a great inspiration to hear the love and support and strength that those people had who were in the towers and the message they wanted to leave behind knowing very well that they're probably not going to make it out alive You'll be one of those guys who falls in love for the very first bossy, I mean beautiful, beautiful 特别想非常劲 将于12月25日在纽约、洛杉矶和多伦多上映 2012年1月20日在全美上映 新唐人记者玛丽综合报道 新唐人记者玛丽综合约、洛杉矶和医院长 新唐人建计社玛丽综合